大家好 我是No.1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魔花果3怎么玩的 因为我是一个 一出生就算在金字塔顶级的男人 今天我给你们开创一下 什么叫 新区魔花果3 吊打全服 一生一色 很多人就会说 你在别的区 可能你是第一 但是在一生一世 你不可能是No.1 这个时候我没什么说的 我只能强化自己 对不对 预先 想要战胜别人 必须强大自己 这个时候我们 六段舌粒子 满防御衣服 满灵的项链 太极护法 高伤武器 加持其敏捷 此时此刻 我想问 谁能打得过我 然后我们的宝宝 也是非常的细节 全部高伤 戴强力套 然后打速度服 1100的伤害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演示一下 什么叫花果3 看完了 什么叫数据 宝宝A1加1600 啪啪啪 兄弟们 帅不帅 我跟你说 花果3这个技能 兄弟们 帅不帅 我就问你们 还有谁的技能 有花果3 这么帅 我可以说 花果3的特效 看比坤 一个当头一棒 3000多 谁能挡我 这么一个当头一棒 最帅的技能 坤打 兄弟们看好了 什么叫操作 帅不帅 棍子在甩 空中 兄弟们 这数据 然后蓝蓝发传音 得10个 因为10个 能达到霸评的效果 你在传音发 别人你发一个 在这个区 你是根本看不到 必须得10个10个花 对不对 蓝蓝嘛 都是要面子 对不对 内台打赢我 直接给一本高吸血 我就是这么自信的蓝蓝 兄弟们 此时此刻 我站在内台上 谁敢动我 对不对 我 你很多人就说 你不是站在金字上 顶尖的蓝蓝吗 我要挑战你 兄弟们 机会来了 对不对 打赢我 直接就是高吸血 兄弟们 内台 然后我们直接在内台 等就行了 看见没有 霸评的效果 看见没有 传音只能是我 兄弟们 对不对 那一刻 那一刻 只属于我 兄弟们 对不对 然后有人 有 兄弟们 不知死活的 有挑战者 来 找我了 兄弟们 看完了 什么叫 地魔花果山 哎呀 宝宝 不痛不痒 伤害还可以 然后我们先起个旗子 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对不对 因为我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男人 对不对 A一下 你以为你宝宝 保护得了你吗 对不对 再看好了 他是一个全魔加点的古代瑞兽 看我们的当头一棒 690度 兄弟们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挑战者 再A一下 对不对 宝宝 一当头一棒 兄弟们 帅不帅这个当头一棒 我是一个把棍子玩到极致的男人 兄弟们 对不对 我是一个把棍子玩到极致的男人 谁在皇宫 对不对 我站在皇宫 谁敢动我兄弟们 就是 给你们看下我宝宝 帅不帅这个宝宝 是不是姐 伤害高不高 然后他还用药了 棒打一棍 再来一棍 兄弟们 帅不帅 空气一定是宁静的 你一定会按上花果山这个门牌 兄弟们 然后这个时候 是第三个挑战者 兄弟们 还是一个粉丝 一来就知道 我是一个站在金字塔顶尖的男人 兄弟们 对不对 你知道吧 有时候金字塔顶尖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站 不是说谁都可以站在金字塔顶尖的第一金字塔顶尖你得站着不能坐着你坐着的话扎屁股 而且金字塔顶尖只能站一个人 和花果山这个门牌 花果山这个门牌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秀 兄弟们 能明白我 你看这个祭兰算不算 他把挖 可以没有 700多 还可以 然后这个时候有人传音 确定那台EV1打赢我就可以 我可以这么跟他说 非常确定 赢了我不给你随便怎么说 对不对 我们发个传音 就是 然后EV1 然后不能吃药的 然后我气了 不能吃药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没有人可以打得过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能干的什么 那台打赢我 五本高级必杀 兄弟们 你们知道兴趣五本高级必杀 代表着什么吗 代表着半个W兄弟们 只要能打赢我 就是半个W兄弟们 因为我是一个 就是这么自信的男人 兄弟们 一生一世 我就问你们 还有谁能可以挑战我 有时候站在金字塔 是孤独的兄弟们 有一句话 有一首歌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唱 五弟是多么 多么寂寞 兄弟们 来看好了 这就是数据兄弟们 然后 这个是最 我遇到最强 最会套路的一个 但是他吃药违规了 我们说过 前面你可以看我前面 说了吃药不算 对不对 不能吃药的 然后这个非常的强 兄弟们看好了 我们A一下 他起杀气 杀气绝 然后他自己A自己 然后我们来一个信封住了 他死了 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赢我的吗 看好了 看好了 来我们继续 行风之浪 卡出了 对不对 他这样其实是本书的 然后我们用个最帅的技能 兄弟们 看好了 卡出了 他继续拿起来 我们用个棍打绳子 你看这棍子帅不帅兄弟们 空中飞 看见没有 他A一下 兄弟们帅不帅 他这个技能 然后到时候给大家点画一下 我们这里有大概100多件 80位鉴定 别的号里面还有 到时候一口气直接鉴定 200多件 80位鉴定 给你们看一下 什么叫南波万 3 8 5 6 n8 7 7